旅行和風景有必然的關係 但是其實風景有很多不同的風景 有人民風景、有自然風景 我就會用了植物 作為我去旅行的一個主要體的角度 由我以往一路成長或者我的學習 都是我對植物比較有興趣 我很喜歡它的顏色、形態、線條 它的不同的組合 或者它在不同的地方生長出來 我們去看一些舊的事物 或者舊的一些雕刻 其實跟一些植物是很有關聯的 透過那些看植物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看到他們當地的文化歷史 一直的發展是甚麼 尤其是在伊朗 伊朗的植物是它主要在建築各方面 一個重要的元素 現在總共大概有500多種 有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中國、香港 當植物在當地是3D的呈現 而現在變成… 因為我夾了它 它變成2D的呈現 它在那個時間性 令它的形態已經改變了 我會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我看不到 因為眼睛有限 就算我用放大鏡也未必看得很清楚 但我就將它掃描了它 掃描了它 原來再放大的時候 它是我肉眼和真實是很有距離 另外一個世界這樣 我挺想將這種視覺上的享受 和觀眾分享 我這次做了一張 用我時間光這個元素做的作品 它也是用回植物 裡面有一些是我搜集回來 我處理過的植物 用來做了一張大一點的作品 它基本上是一些植物的圖案 主題是和植物和時間有關 我這次特別是用好像很淡 而在很淡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少的痕跡 冬天12月1月左右時間做的 剛才也說過冬天時間的光 比較柔和 出來的色調是比較斯文溫柔 好像可以出現這些 如果夏天其實有時候 挺難出現這些狀態 我覺得它是一個時間的畫面 或者時間的畫面 因為時間本身就是我的物料 而是很少的本身 不同時間、不同地方的光 成就出來的色度 就是我黃色的色度 是有不同的 冬天的光確實是柔和一點的 夏天的光確實是比較偏橙黃色的 我覺得去旅行 有很多人很喜歡和不同的人聊天 交談 我比較喜歡在物件、植物等 去了解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這些所有東西 去旅行的都是很講緣分 有人看他去旅行 或者用的角度是 用一個很大的環境去看一些細味的東西 但我就用一個很細味的植物 去看一個大環境 和其他國家的文化地域的分野有什麼關係 在那裡